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4年 5月19日 已經是星期日 這麼快 五月過了一大半 最近 香港來來去去最流行的話題 除了何馬何太 何生之外 當然就是劉生劉太 這兩夫妻 很多時候 會令人覺得很匪夷所思 有高尚的收入 豐厚的收入 也有那麼多民業 其實我們一直都覺得 賺那麼多錢 有甚麼意思呢 帶不下棺材 為甚麼要做那麼多東西呢 而且最近 很多人都說 全香港的KOL 網台都圍攻他 唯獨是最大的兩個 陶傑老蕭就出來互斷呢 我們先探討一下這個問題 很多時候 有一個說話叫做 物以類罪 人以群分 跟他們同情他們的 或者支持他們的論點的人 很多時候 他們的思維很一致 他們想的東西很一致 吃你就吃你了 九十多歲吃你不起嗎 類似的樣子 又或者他們 覺得這個人的做法是沒有錯的 他也是 總之 我們那麼出名 我們就就硬你了 很多時候 尤其是 這兩天 我看到坊間一面倒的 首先攻擊陶傑 為甚麼攻擊他呢 原因其實很簡單 不是因為陶傑互斷 而是 陶傑說的論點 幾乎 全部都是 弱點 所有東西 大部分的point 已經被坊間的所有連串排山倒海的證據 攻陷了 而劉細良的前言 不對後語 亦都令人覺得 你自己把證據自己掛在面前 所有東西都是假的 所有東西 最初就不是這樣說 後來就推翻自己 是用他自己的矛工 攻自己的盾 自商矛盾 陶傑 沒有做功課 他在這件事上還醃餘過阿Lak 在這件事上 他完全照抄了劉細良的說法 單方面 他為劉細良背書 很多人都說 陶傑一直都是句話來的 你們這些人不懂得看 原來如此句話 直接把劉細良 已經全部 幾乎被踢爆了的謊話 再說一次 他被判斷出來 他那個 怎麼說呢 不更新的 因為 事後 大量的證據 人家一路逐個逐個去找證據 甚至乎找到 在加拿大當時的犯的查序 查序的人 問了口供 也不是那回事 全部就好像那些 那些電視劇的騙局 那些電視劇的騙局 大家堆砌出來 我約你去 就說 告訴他是做甚麼 原來 實際上不是的 約人出來喝茶 然後找個朋友簽名 拍一張照片 然後就告訴你 那個是簽書會 你出席聽眾的簽書會 那你還不是支持這件事 很多時候就是 偽造證據 監人賴喉 陶傑 被人覺得 在這件事上 你沒有做功課 你沒有去看外面的證據 你只是看劉細良說的東西 然後就照單傳收 照說出來 沒有時間做功課 還是 真的好像外面所說的曲筆 真的踩多劉細良一腳 補刀呢 這個真的有個可能 另外一個 老蕭也一樣 老蕭的說法 外面罵得很重要 為甚麼這兩個罵法呢 老蕭也一樣 首先 你們這樣子是網絡欺凌 Johnny已經做了一節說 你們 對付一個老人家 你們就採取了一種這樣的態度 為甚麼 那麼多人出來罵 那麼多人出來圍攻 都是出自我們 中國人的古語 得道者多助 失道者寡助 我看到馮希乾又有一篇文章寫得很好 我希望讀給大家聽 5月7日 我寫了一篇 專欄愛的故事 鏡頭下的歷史 前天有朋友打電話來 肯定將地告知 有人罵你包庇劉細良呀 他們說你扮中立 為甚麼整篇文字不提南華早報 Weldon Kong的正詞呀 他淡淡回應了一句 因為Weldon Kong的訪問是5月8日才刊出 我不知道 我5月7日就寫出來 我怎麼知道 是不是 他每天就寫文章 持續寫了8年 他的 著作被誤解經常是有的 根本沒有辦法去介意 何況他不是第一天出來走 怎麼輕言委屈呢 今天 我不是想抱怨自己被人罵 只是想指出一點 要公正評論一件事 你必須要留意細節 要找出真相 就更加應該留意細節 5月7日他列出四項雙方都沒有爭議的事實 第一 版權屬於南華 早報所有 上片的soft copy 是陳喬交給劉細良 因為很多珍貴圖片 連報社都沒有儲存 第三 陳喬沒有為2017年版本的鏡頭下的歷史寫罪 提意見 選獎 參與編輯 全部沒有的 第四 陳喬沒有任何金錢收益 沒有任何金錢收益 沒有任何金錢收益 現在的11天 他的編輯是18日寫的 根據羅恩惠女士調查報告 知道劉細良先生的公開回應 他們可以加多三樣沒得爭議的客觀事實 第五 陳喬在山的時候 曾經清晰向劉細良和其他人 包括女兒 有人黃勤大 前記協主席岑爾蘭等等 提出反對出版 不是說你現在這麼久 說了那麼多年才說 不是啦 一直都已經反對了 不過 對於一個90歲的老人 又沒有咪在手 又沒有人反駁你 單方面去 他當然是沒辦法出聲啦 第六 出版前 劉細良沒有按照業界慣例 讓陳喬簽妥同意書或者授權書 第七 2017年版上書局影集 不單只用了2006年陳喬 為了中喬版本所寫的罪 連傳書的圖片說明文字也照抄這個版本 這個是事實 即是整本書跟那個是一模一樣 只是年份 不同了 以及出版社換了人 對於這場爭議 劉細良曾經苦口婆心勸喻公眾 我們希望大家用理性的態度 擺事實講道理 好了 事實擺在眼前 不妨講一下四點 第一 以上事實 跟陳喬女兒陳麗娟5月6日發出的聲明內容完全吻合 劉細良的回應就是 自相矛盾 與事實 不符 怎麼與事實不符呢 6日劉先生言之作作 說出版計劃是 陳喬先生 喬叔的議員 而且獲得他的同意 陳喬的女兒 當時人離去之後 突然指控我道歉 我無意猜測背後甚麼原因 我只是希望大家能夠理性態度 擺事實講道理 當時 劉先生只是說陳喬同意 從未提及陳喬反對 陳喬有同意 也可以同事反對 當然很矛盾 他是不是真的同意呢 這個 大家都不知道 因為有人說 不同意 但是你沒有提及他對反對 後來 所有證據都顯示人家是有反對的 而且有 第三者證人 包括前記協主席 他到了5月15日 在羅恩惠女士擺出排山倒他的證據 引用第三方證詞 表明喬叔生前曾經多番反對出版 甚至聯絡過劉世良本人 但是 劉世良忽然告訴大眾 原來喬叔曾經 電話指控他 為甚麼靜靜地偷了照片出去出書 換言之 在當事人離去之後 突然指控我道歉 我無意猜測背後是甚麼原因 這句話已經是明顯不符事實了 好了 陳喬的女兒並非突然指控 而劉先生也根本知道原因 只是選擇性隱瞞這件事 好了 那就是說謊了 第二 劉先生隱瞞了一件非常關鍵的資訊 有誤導公眾的嫌疑 截至5月17日 劉先生從未向自己的支持者擺出一項重要事實 上書局影集的圖片說明文字 全部抄自2006年的中橋版 據我所知 中橋版說明文字版權既不屬於藍組 亦不屬於陳喬 按照羅女士的報導 劉先生根本沒有聯絡過中橋任何編輯 劉先生也不認識 中橋任何人 好了 他自己承認了 也沒有跟中橋文字版權的持有人查詢和合照 從任何角度來看 傳書的文字 是不會得到中橋授權的 這個很明顯是證據確鑿的侵權 這個真是很細看的 假如劉先生在Day1就開始開城報公探出事實 告訴聽眾 自己確實是心權 而不是說甚麼 在當事人離去之後 突然指控我盜竊 我無意猜測背後的動機 是甚麼原因 現在他們已經 是由他們自己說出來了 就是現在他們調查芬太尼 你們是共產黨派來的 使得我阻止我去調查芬太尼 你們厲害的CIA 厲害的FBI 厲害的美國的情報部門 可以去調查CIA 也調查不到的東西 甚至乎利用它去影響加拿大的大選 那麼厲害 我其實想舉個例子 我這個時間 我拆開這段時間 我拆開這段時間 說起這個對共產黨的威脅 我敢說我們絕對威脅大於你 是不是 這個 那麼多年來 我沒有聽過 城寨是被YouTube停的 我們 幾乎 最近一年我們 我們由於 基本上都沒了火 被人家弄得 收了火 我們被人 叫做停 STOP我們的發布 已經是次數越來越少了 之前一年 平均有兩至三次被人停 一停就停7天 試過停14天 我們被人停的次數 我覺得應該沒有網台比我們 說話對中共的影響力 或是威脅我們是不是大很多 絕對比你大很多 我們也被香港政府通緝 這件事 我覺得中共若要搞就搞我們 比你大多 你又沒有被人通緝 你又沒有被人停過台 又沒有被人停過廣告 我們連主頻道的那個page 現在都沒有廣告 要用後備頻道來出 有那些支持者 走來勸我們 你們做了那麼多年 只有十多萬訂閱 你們好好檢討一下自己 這句話 其實就是回歷標來的 一下就飛去劉勢良的頭 你們兩夫妻 中央政策組顧問 和陶傑做過過名頂 你們也是只有三十多萬訂閱 你知不知道我主頻道有四十多萬 我們是主頻道 被人停的時候 我們開過後備頻道 我們是後備頻道來的 後備頻道只有十多萬是四分之一的 我們主頻道有四十多萬的 你知道嗎 當然啦 我們沒有意圓要 因為主頻道應用不了 因為沒有任何盈利 我們白做 我們沒有理由盈利 所以我們只能夠在後備頻道廣播 後備頻道加主頻道是五十多萬 如果說影響力 我們遠遠大於你 根據數字上 根據被通緝 根據被Youtube 迫害 停我們的次數 我們遠遠拋離你 我們也不會說共產黨迫害 你共產黨迫害你 還要找全世界的KOL YouTuber迫害你 還要找一個 坐過共產黨很多年間的情場迫害你 你不是開玩笑吧 我們繼續說回 馮希賢先生的文章 他說 很多劉先生的熱心支持者 都會立刻 有所警惕就是 原來真的是共產黨派人來搞他的 你看 在那裡分化 我看到很多 出來說大家不要分化啦 這些不是叫分化 這些是 辯別真理 什麼叫做得度多座 失度寡座 當然這些人 無條件為這位劉先生護駕 實際上他們都是 被欺瞞的人 他們都是受害者 我們繼續讀文章 劉先生回應的村崩位在哪裏 劉先生最新的回應之中 講了一個完全顛覆大眾想像的故事 陳喬在17年曾經爆粗辱罵劉先生滋擾他 的外父 2017年陳喬90歲 他真是 忠氣十足道好到 很有火地罵他 如果一個人會這樣做 就不用到處找人家幫忙啦 是不是 其實早於蕭若元 就是 劉先生所謂的坊間友提到爆料前 他已經聽到這個小道消息 消息是劉先生自己跟朋友說的 然後在小圈子前開 中間經過了三個人才抵達他的耳邊 因為當時仍是道聽途說 他不想公開評論 現在由劉先生的口親口說出 他就要談論一下自己的看法 劉先生說 陳喬在17年8月中打電話來 先用一輪粗口罵他 再說 為甚麼靜靜地偷了一些照片去出書 然後會有這本書呢 劉的回答是 喬叔 你不記得嗎 幾個禮拜前我們還喝茶 讀者還跟你簽書 之前我還送書到你家門口拍照 你不記得嗎 根據劉先生的說法 照片是陳喬自己寄去香港給他的 如果劉先生之前的說法是真的 陳喬在電話之中就不會說 為甚麼靜靜地偷了一些照片去出書 因為那些是陳喬寄去的 劉先生沒得偷的 陳喬最多說是騙 怎麼可能說是偷呢 你可能會說 陳喬的薪益和老人痴呆不行嗎 是可以 相信劉先生沒有薪益和痴呆 劉先生在取得喬叔手上的照片前 已經清清楚楚跟對方說過 如果你這樣說的話 例如 喬叔 現在幫你出一本攝影集 這本書怎麼編排 用甚麼照片 寫甚麼字 叫甚麼名字 通通不用你管 這本書出完 你沒有錢 版權 就是我的 總之你只是給你一輩子的影集給我出書 給我出書就可以了 然後陳喬說 OK 將不生心血無條件交給劉先生 那麼劉先生當時的回應 就不會是 你不記得喝茶簽書合照嗎 而劉先生一直強調 一直強調口頭欠意 他應該是問了喬叔的 喬叔 他應該是這麼說 你不記得嗎 幾個月前我們說好了 你把照片給我 我幫你出版 之後甚麼都不關你的事 你不記得了嗎 這句話 其實完完全全 即時大眾 正常有腦 智商超過30人 聽起來也覺得 真的沒有理由 太不合理了 現在劉先生的回應 等於告訴大家 他在出版和取得 相片之前 不論用甚麼方法取得 他跟陳喬根本沒有任何口頭協議 他唯一能夠展示出來的 就是讓大家相信陳喬同意出版的證據 就是出版之後的飲茶簽書合照 至於飲茶更加是 無厘頭 原來當日約了幾個人 他們也是不認識的 拉閘成軍 甚至乎有沒有粉絲在場呢 好像也沒有 好像有一個 找他簽名 但是 那天簽完相片之後 實際上他也不知道 突然間又拿了書給他簽 說是你的粉絲 你簽不簽 是不是 大家都隨時可以的 隨便找一個明星 然後 找張相片給他簽 簽完之後 你就會說 剛才那個人是周星馳來的 他答應了我 跟我合作拍一部影片 免費幫我拍一部影片 那部影片 是2089年 不是2046年 拍到2089年也可以 根據劉細亮版本 可以 但是根據這個世界的正常運作 是不可以的 好 退一萬步說 繼續讀這位馮先生的大作 他說 假設飲茶簽書合照的書 真的可以代替陷約或者授權書 當然不可以啦 除非才子認為可以 陳喬也是出版之後才短暫同意 隨後收回同意 而不是出版前知情同意 絕對是出版前 不同意 當年你也可以說 出版前的口頭協議是有的 只是劉先生 失憶 或是痴呆而已 當然啦 如果香港人 每天都有人在聽 作為有那麼多fans的人 聽過痴呆大叔 高談闊論 這個 他承認是比廣謊更加可悲的事實 是不是 至於說喬叔爆粗 索取10萬加幣 以及電話滋擾 更加是廢解 既然陳喬那麼惡那麼貪財 之前怎麼會無條件同意交出相片呢 劉先生其後 也沒有屈服於惡勢力而付錢 為甚麼陳喬不繼續滋擾他 繼續搞大這件事呢 這個故事很明顯 智商矛盾 情節有頭無尾 令人很困難 他衷心期待劉先生可以向支持者交代一下 他的外父 受到滋擾之後 究竟有沒有報警呢 他怎麼令到惡人呢 陳喬不再滋擾他外父和他呢 那麼究竟是 為甚麼 最後可以解決這件事呢 沒有理由的 當時那麼惡正常 沒有解釋 第四 劉先生可能比陳喬更加委屈 到你說到這裡 也不排除劉先生仍然有萬分之一的機會 是金字風波的受害者 他受了那麼多的委屈 飽受攻擊 一開始兩個星期 仍然為了保護喬叔的聲譽 沒有踢爆喬叔的惡行 他的高尚情操 超乎了凡人的想像 即是那個法官說那個 在將軍澳隧道統人統到出場那個 高尚情操 立世良跟他擁有一樣的高尚情操 問題是 如果你相信世界上有人 受了那麼大的委屈 也不出聲 寧願說大話 也要保護仇人的名譽 那麼喬叔 強引不滿意 跟劉世良喝茶合照和簽書 是不是更加合情合理呢 當然啦 其實 劉世良已經自相矛盾了 他當時說 我有了喬叔的授權 他同意的 你看 又跟他喝茶 有簽書 還不是證據 是不是 就是這樣 我也是跟周星馳喝過一次茶 他幫我簽名 那張簽名 就是他同意 幫我拍一部電影拍到2089年 不是一部電影 是拍到2089年 是嗎 片酬由我作主 那天的照片就可以證明了 大家如果這樣也相信 那就行了 其實 我們也沒有 必要再討論下去了 我們不同界別 好 當然啦 很多人都說了 是不是想繼續說下去呢 其實他自己也覺得很煩 最後他想引用萬字一句說話 得道者多助 失道者寡助 寡助之志 親戚伴之 多助之志 天下順之 是不是 另外一句 人以群分 物以類罪 有甚麼人 就撐甚麼人 你看到 人們主要說 為甚麼有兩個 最大的KOL去撐他呢 他們 經營方式十分接近 他們也是有公眾的認識 公眾的知名度 從而收取大量的課金 他們不希望 這個market被人打破了 這是一個命運共同體 利益共同體 所以他們要揭力維護這個 圈子 這個社團 就是這個意思 這次時間 我們暫時說到這裡 希望大家 繼續支持 六部曲 我們誠意邀請 經濟許好的朋友 訂閱Patreon 大家也可以用免費模式支持我們 幫我們欣賞 廣告 我們的Patreon 最便宜是5元 5元 美金還是英鎊 我不記得了 總之 如果你每天給10元看報紙 一份報紙一個月的消費就是300元 而我們只是幾十元 你一天就有12節的節目去欣賞 我認為我們的節目絕對比任何一份報紙都豐富 當然啦 你說不行啊 我真的經濟不許可 五元美金那麼大條數 這麼大筆錢 我們搞不定 不要緊 你用免費模式支持我們 我們一樣開心 我們不會說你當我黑衣 給我五元 不要緊 不給也行 我們不是 一定要你給的 是不是 這節時間 先說到這裡 多謝 大家好 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們黑池的酒店 我們為了 香港人 提供一個很便宜的居所 大家剛剛來到英國的時候 其實是很難即時可以找到屋租的 所以我們為大家提供一個廉格的暫住服務 大家可以用一個很低廉的價錢 租住 我們的酒店有單人房 有雙人房 有家庭房 每個月有300磅左右起 提供一個短期的居所 只是收一個月的暫住 大家最少住一個月 所以 價錢不是很貴的 也不需要帶很多錢 才可以來英國 或者經濟方面 不太鬆動的朋友 提供了便利 我們也有旅遊包車服務 可以藉由不同的地方 接送到黑池的酒店 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話 可以直接向我們的酒店負責人聯絡 國家安全法 基本法23條保護私隱工具 隱藏你的IP地址 隱藏你的網上身份 隱藏你的通訊記錄 隱藏你的消費記錄 Surfjark VPN 國家安全法 23條之下 無時無刻都要打開VPN Gmail 用VPN打開USIP 註冊新的Gmail帳戶 美國虛擬電話號碼 Text Free 免費使用3天 建議長期付費使用 接收各類短訊及認證碼 虛擬信用卡 Wirex App 新加坡註冊新金融機構Wirex 防止各下消費記錄被追蹤 保護各下私隱 避免國安法及 基本法23條迫害 Myивалle Pos Col 憲ait Mmm E M 完成 F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